好,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这晚旗是3月11号进行的一盘往旗 由黑方往信号对战白方,隐灿西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旗向小木,白旗向小木 黑旗大跳 左上是一个简单定式 然后黑旗点脚 当黑旗二路拖的时候 白旗就避开了这里的米刀战斗 直接单退 那黑旗继续抢大场 白旗手脚,黑旗再拆边 底下白旗拐住 有利于这里围控 黑旗顶住先手 脚上还是活的 所以说之后黑旗上面飞压 白旗联络,黑旗再拆边 黑旗的这个布局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先把左右两个边一站 然后再说 白旗左下二路扳瞻 先手,黑旗立做活 白旗往上面高打入 黑旗小肩顺便夹攻 这个选点还是有想法的 就是不管你白旗跳也好 小肩也好 黑旗就要求三路脱过 因为你搬下来没有用啊 搬的话打持 黑旗立 站上的话黑旗拐头 也可以连回 实战呢 白旗上面飞 那黑旗这颗子不能被断 所以说顶住补旗 白旗也顶住 这个白旗还是不想让黑旗拖过 下一手棋 黑旗这个赵主是好奇 想在这儿借力 从而威胁白旗左边 白旗如果说头比较铁 非要冲的话 那黑旗再一扳 这个棋白旗就有点难受了 因为你总不能现在去出头 不然的话被这个黑旗 再把头一摁 上面这个棋型 就凑黑旗的一个好心了 那如果说白旗硬要断上来的话 黑旗打持往二路倒 这样的话呢 黑旗脚上可以坐眼活旗 边上往二路跳的话 也可以保持联络 反观白旗就显得有些狼狈了 这个地方你打持压出来 再打持联络 外面还是不活 以后仍然要遭到黑旗的猛攻 并且黑旗上面挡住的话 你白旗脚上也得后手做活 黑旗右上角这个模样 已经形成两翼张开了 这样黑旗更好下 所以说这手旗非常的妙 接下来白旗 先在不碰上左边的情况下 把上面爬活 那黑旗往回贴 这个是保证自身的联络 走得更厚 黑旗上面很厚 左边这个小肩也是非常的扎实 那白旗这三克子 就形成黑旗的这个 首要的攻击目标 白旗赶紧飞出 黑旗跟着跳 白旗压过来 黑旗扳 白旗反扳 黑旗再往上贴住 这个就是想破坏白旗的这个旗形 接下来白旗往前也顶 这个旗啊 看上去白旗的这个旗形很弱 有断点 而且旗很紧 这个段呢 看上去很严厉啊 但是白旗也有招可以对付他 就是这一手非常关键的一旗 这个旗很厉害 黑旗如果说沾左边的话呢 白旗这里挖一个 可以先紧弃 让黑旗双打持 然后白旗再往上一打 这样的话 黑旗这颗子就跑不掉了 因为你再跑 很明显就双打持了 黑旗要崩 那白旗挤的时候 黑旗你站右边的话 白旗就断在脚上 你再往这个地方打持 想办法做根据地 白旗还是老一套 就是往外面打 断打之后 把你这个冲断 黑旗提掉 白旗打持滚包 先手再一立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旗就复杂了 你要是挡下来 这个脚上黑旗还不活 白旗在边上这里 各种作严 白旗都可以直接活了 然后黑旗外面 现在也显得智力破碎了 所以说正下的话呢 这个断 被白旗挤 黑旗就有点动弹不得的感觉 实战 黑旗肯定也是算到了这一步 所以说就没有选择开战 直接尝一个 把左边处理好 白旗在中间不断之前 想先在上面 把这个空捞足 所以说白旗选择 扳完之后连板 黑旗断打 虎一个 白旗打持 先手再往中间虎 这几手都是必然的变化 黑旗上面贴住 又不断 又要唯控 白旗长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很明显 上面黑旗有一个冲断的毛病 所以说黑旗最好是 这个往二路立一下 先把这个断给补了 白旗如果说 走在这个外面的话 那黑旗脚上再一走 这个旗白旗上面 活旗将会活得非常的辛苦 然后这个中间呢 以后这个黑旗各种 这个点方啊 包括穿向眼啊 都会给白旗造成不小的麻烦 所以说基本上 黑旗往这个上面去立 白旗脚上 还是要补旗的 不管你怎么补 黑旗外面再打也不实 这样的话 右上的这个空啊 就更加容易围成了 只占黑旗少了 这个二路立的次取啊 直接打 直接打的话 白旗选择反击冲断 这个旗黑旗显然不能从三路打 三路打白旗立 这三颗子就死了 所以说黑旗往二路打 吃 爬一个白旗再长 下一手旗 这个黑旗的跳 是一个最好脸 这也是AI的一选 你要走其他的 主要是 让白旗借用就变多了 比如说这个小肩啊 白旗以后这个靠出之类的 包括往上靠 黑旗就会受到牵制 这个跳呢 完美的解决了这一切 白旗上面吼一下 这个是先手全力 打持 黑旗沾上 接下来白旗往外打 黑旗再长 白旗如果说顺手 再往前打呢 就不对了 脚上三颗子就死了 外面还不活 所以说白旗只能 气到外面 从心卫这里 打持 穿出来 黑旗站上 下一手旗 白旗选择 往二路挡住 这里 也是为了这个 有一个一路搬过 黑旗现在不可能去 补外面 补外面的话 白旗这个右边 随便走一走 这个旗就要活了 实战黑旗二路飞 收根 这个旗当然 白旗实在 这个万不得已的时候 有这个一路搬 从这个一路连滚带爬的 回去 不过这样回去的话 是没有任何目属的 所以说只能说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会这样去下 留了一个后门 实战白旗当然 还是要先冲出来 黑旗不要硬来 如果说黑旗扳断的话 这里要出旗 被白旗断打完之后 连续打持长气 再一冲 那白旗的气长出来 黑旗上面这一团 就要被反杀了 所以说黑旗还是 选择往二路跳 把右边补好 这样的话 脚上 如果说白旗不补的话 黑旗随时 再补一刀 那这个白旗 还是不活 只能从这个 一路去搬过 白旗也是下得 非常的胆大 这个旗 还没有安定的情况下 先回到左边 去点刺 这一手旗呢 一方面是收根 还有就是 瞄着黑旗的 这个断点 黑旗也完全不理白旗 不给白旗这个面子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黑旗往上面打吃 这一手打 就直接消除了白旗的 这个一路扳回的可能性 你再扳的话 黑旗再一提 上面白旗肯定是连不回去的 那双方采取一个 对攻的这个战略 白旗也是来气了 这个刚才走了一手 居然直接遭到黑旗的无视 那白旗再往左边补一刀 直接把你这个 三路做根据地的这个地方 也给消除 接下来就要断开黑旗了 黑旗赶紧先靠上去 白旗虎一个 这个靠是为了先手补断 然后再拐头 左边的这个价值 还是非常大的 你不走的话 很有可能被白旗 一手旗就给吃掉 所以说黑旗赶紧跑 白旗虎一个 黑旗再扳 这个旗的话 断不成立 因为断的话 被黑旗连续一打 这里打吃再打 白旗两边顾不上 站在这儿 三颗子被拍死 外面走的话 这个黑旗只要左边 简单一提 这个眼也够黑旗做活了 所以说白旗挺头 黑旗贴出 白旗再长 还是不敢搬 搬的话 黑旗咔嚓一段 白旗中间的气 仍然非常紧 因为白旗上面 还欠了一个断点 所以说白旗选择单长 黑旗虎一个 把这里 彻底联络 白旗 左边打吃 黑旗粘上 白旗提戒 这里也是 把黑旗的眼位 全部给去掉 并且左边 小尖还欠了一个冲断 黑旗也是 这个脾气上来了 就直接断到上面去 白旗不是想杀黑旗吗 黑旗还要反过来 威胁白旗 那现在白旗 两块旗不活 所以说 肯定要选择 把左边这个小尖 给断开 先解决这个 双板凳的 这个生死问题 左边白旗 吃掉这个尾巴 收获泼风 但是呢 中间这里 被黑旗贴住之后 这块旗危险 下一手旗 白旗往上搬 这个搬 就是想让黑旗粘上 然后白旗打吃 联络 当然这个地方 黑旗还有第二种选择 就是硬跑齐筋 不让你自己吃通 白旗往上冲断的话 黑旗左上角就不要了 反正你白旗要想杀 还得再去补一手 黑旗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中间 以及右上角 两块白旗的死活 黑旗可以先往右上去 二路奔一下 这样的话白旗没有眼 中间这个地方 白旗长 也是一条不归路 黑旗就跟着你压出来 右边全是黑旗的子 这样白旗也不一定能活 一般的话 黑旗马上就断开 因为像这个中间 铺完之后打吃 滚包 连续滚包 都是黑旗的先手 这个地方白旗气是非常紧的 所以说黑旗只要把这个断 一断上去的话 这个白旗中间已经死了 然后白旗就起掉中间 黑旗把这里完全吃住 白旗再把左上角给吃掉 这样的话 这个转换非常的复杂 因为黑旗要想围住 整个这个右上 这块锯空的话 右边还是得跳 不为首 那白旗往这个中间一搬 白旗底下的空也要围成 中间以后黑旗还要收气吃 这样就形成一个大转换 黑旗杀掉中间 以及右上两块旗 形成一块锯空 白旗分别围住 左上这个大肥脚 以及底下这块大空 这样的话 就要判断这个价值的高低了 也非常的复杂 实战呢 黑旗并没有这样去冒险 就直接沾上 那黑旗连回 白旗也打持联络 双方这里 这个明金收兵 之后黑旗往上面冲 这个黑旗的沾 带来后续的这个利益 就是有这个二路冲断 因为白旗不能打持在这个脚上 打持在脚上 黑旗二路断打再贴住 上面这块旗就死掉了 这块旗死掉还不算完 你这个左上脚不补的话 以后黑旗有这个二路跳去破眼 这朵花也不活 至于白旗右上脚的话 你要是二路夹 黑旗就斑 你顶住的话 黑旗有这个一路斑的后续手筋 因为你不能拐打 拐打的话 被黑旗直接冲斥 反杀了 白旗沾的话 黑旗就渡过 提的话就有一成 就只有一只眼 夹的话 黑旗不是搬在这了 搬在这被白旗提掉 黑旗在这个打上去的话 那这边还是一个打结 黑旗可以直接沾 沾的话 你这个立下去 黑旗沾 你再去这个打持 黑旗沾上 这样的话 白旗脚上也只有一只眼 只有完命的往外跑才行 那这个地方 实战白旗选择的是一路立 黑旗二路爬一个 当然上面还是嵌了一手旗 不活 白旗这个时候先往脚上逃跑 长一个 再长 黑旗贴住 这里是一个基本形状 白旗不要去搬 搬的话 黑旗这里不用多说了 直接断完之后一路立 你要打的话 这个黑旗就各种反打 再一扑 这个里面就形成大头鬼的旗形 白旗的气势不够 所以说白旗也只有长 长的话 黑旗挡住 白旗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局部手镜 可以帮助白旗这根棍子联络 这里的白旗是连回去了 但是上面刚才我们说到 白旗牵了一手旗 黑旗马上一路点 就杀白旗了 这里呢 白旗也是没有办法 跟左上角黑旗的这根棍子对杀的 因为你这个上面去走一手 再往一路搬 破眼收器的时候 黑旗心为一瞻 先手再往上断 上面直接形成经济独立 旗筋就被吃通了 所以说这样的话 白旗上面已经死掉 白旗开始这个处理右上角 夹一个 刚才我们讲到黑旗有这个搬完之后 白旗顶住黑旗一路搬的这个杀旗 手段 实战黑旗的这个顶住稍微差一点啊 白旗单退 这个以后里面白旗有做活的招 那我们先看实战 实战黑旗是往左上角打吃 二路沾 白旗这根棍子呢 不能断打 断的话这个少一气被吃掉 以后啊 可以从这打吃溜回去 不过会落后手 所以说现在白旗不可能这样下的 这个价值现在比较小 实战白旗是往上面一路搬 那黑旗提掉足度 白旗再去扳头 威胁黑旗中间这一块 黑旗提截 先手 白旗沾 黑旗再打 这个白旗提没有什么用啊 提的话 黑旗随便找一个截才再提回来 你还是得沾 所以说不如早点沾算了 黑旗往底下跳 这里想杀黑旗大龙 很难 可以说几乎不可能 因为白旗如果说底下围空的话 黑旗虎一个 这个眼位已经出来了 实战白旗挖沾 尽可能的缩小眼位 黑旗这个外面的段怎么补都行 最老实的补法就是沾上 这样也是火旗 因为白旗要是点进来破眼的话 黑旗虎一个 你连回家 黑旗再一沾 这个里面已经有只眼了 一直打结眼 这个白旗要是飞风的话 黑旗往底下跳一个 白旗如果说想要这个进杀的话 那你肯定是不能往底下走 往底下走 这个被黑旗贴住 再做一只眼 这个还是变成一个 这个局部是个打结杀 当然黑旗底下还有眼位 白旗如果说拐头 把这个这只后手眼给去掉的话 那黑旗底下还有后手眼 黑旗可以往这个下面去三路飞 白旗并一个破眼的话 黑旗小尖同时补两个段 你飞下来的话 黑旗挡住 这边也可以寻求做火 所以说 黑旗这条大龙的话 白旗想要进杀不容易 实战黑旗飞在这 白旗往左下角去点 点完之后断 黑旗打吃 白旗做结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结 这个就是定式后续的一个定型 黑旗随时往这个旁边一打就进火了 当然了 黑旗还是想有结先提 这也没毛病 白旗底下飞刺 然后再提结 之后黑旗往右上角去站 这个旗还是威胁白旗右上这一块 这个两个角价值对比的话 还是右上的这个目数更大一点 所以说白旗也就更正硬 刺一下之后直接靠出 其实这个旗的话 白旗想活 直接一路小尖就活了 稍后我们再来研究这个这一招 先看实战 白旗靠出 黑旗半段 白旗底下长一下 下一手旗 黑旗怂了 这个地方 AI的推荐是黑旗沾上 虽然说白旗有这个点进来的招数 因为你 如果说想这个吃白旗的 或者说想作严的话 白旗就可以往外面跑 这个黑旗抓不住的 黑旗呢 不过可以去外面冲啊 冲完之后搬 白旗连搬的话 黑旗往底下长 这样白旗如果非要强杀的话 也是有些勉强啊 毕竟这个外面的包围圈不是很厚 AI觉得黑旗值得去冒险啊 但是实战的黑旗可能觉得这样看不清 没有一眼看到能活旗的这个变化 所以说就选择作严活旗了 这里怂了一步的话 影响比较大 因为以后白旗底下留有这一段啊 把这颗子断吃 白旗这里的边控又增加了不少 实战的白旗往右边搬下来 这个地方很乱啊 现在左下 这里还不知道谁先走 这个死活怎么样 右上也是白旗牵了一手旗 然后又在右边 又再次挑起战斗 这盘旗的这个计算量很大 而且很多手旗都牵涉到这个价值转换的问题 接下来黑旗断打贴住 这手贴住之后 白旗右上彻底被包围 如果说白旗执意要在右边这里走完之后 杀黑旗左下角的话 站上 那黑旗随便往右上缩小掩位 白旗这里就死了 刚才我们也是讲到这个两个角目鼠的话 右上更大一点 所以说白旗不愿意这样下 实战白旗一路小间做活 这个肯定是活的 黑旗要是斑 白旗可以倒虎 两眼活旗 点进去的话也没有用 白旗可以坐眼 虫的话断那就打吃 活旗 尖顶的话白旗沾上 你扑进去 这也不是个结 白旗不想打结的话 就直接从这儿打吃 再从后面一打 结不归 所以说这里面近活了 实战黑旗是左下角去做活 双方各自活旗 那虽然说战斗很激烈啊 但是现在除了这个上边 这个旗死掉之外 其他地方都算是和平收场 那接下来的这个胜负处主要就来到右下角了 还有这个边上看怎么说 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 白旗如果说往外面这样去打吃 让黑旗漏过去的话 这里白旗是不太愿意的 因为这个右下角的空围的就不大了 你拐头的话 黑旗就长一个 你不可能现在去断左边 断左边黑旗这个拐进来 这个空越为越小 压右边的话 那黑旗就直接底下一站 先手 然后以后再往里面冲一冲 这个空围的也不大 所以说白旗还是比较强硬的 那就直接顶住 把黑旗全部给断开 接下来AI的这个招就非常灵活了 觉得这个地方如果说这个直线去计算的话 有危险 那黑旗不如就另辟蹊径 找一个比较灵活 且风险比较低的这个手段 比如说这个脚上碰 碰这个的话 白旗如果说这个照顾到边上的味道 那黑旗底下就有活旗的手段了 普通来说白旗是要虎下来的 那黑旗的这个夹至少是个先手 白旗边上打出完之后脚上得补 黑旗长一个 然后再压过来 白旗要路搬的话 黑旗再往外跳一个 这个旗就直接要出旗了 因为白旗边上要担心黑旗虎下来分段 这个得补旗 打拔掉 那黑旗再把外面一吃 这样就可以全部联络 但是这个靠三三以及后续的这个变化 要能全部下出来 这个难度是相当高的 实战的黑旗还是比较直线的一个计算 拐打 这个旗什么意思呢 就是白旗如果说拐头的话 黑旗跑出来 你二路打吃黑旗沾上 断打的话 黑旗拐头 这个旗白旗是不敢随便跑的 因为随便跑的话 黑旗外面是可以长气的 右边再立下去 这样白旗不太行 那白旗也只有往二路打持 联络 黑旗可以直接小尖在这里 把这三颗子一看住 这个底下还要再掏空 这样白旗没什么意思 所以说实战白旗是二路打 黑旗提掉 白旗再往上冲 黑旗团住 这里白旗肯定也是出现了一些误算 应该是走到这的时候 白旗突然算出来 这个旗断不掉 因为断的话 黑旗就不是往这儿长 让你这个比如说 二路搬瞻去长气的问题了 底下还有一个这个断和夹锅 黑旗可以后撤一步 往这个二路去小尖 一白旗冲出来的话 黑旗再虎一个 这个是次曲 但白旗站上 黑旗跳加 这样的话白旗只有五口气 黑旗六口气 那白旗杀不过 所以说这个地方断不能断的话 白旗就很难受 实战白旗往左上角去打吃 黑旗冲一个白旗提 黑旗再打 这个反正白旗也不会现在去沾 比较小 还是回到右下 斑断 那白旗斑的话 黑旗连回去 接下来白旗左上角沾 黑旗往二路跳 白旗冲一个再夹 这个地方是黑旗的先手便宜 包括上面的这个冲 白旗沾上 接下来还是要看右下角的定型 黑旗往这一点 其实下到这里的话 白旗整个的这个目鼠还是不错的 但是应对黑旗的这一手三路点 白旗的这个手段就有点变形了 这个旗无论如何应该往脚上去补 如果说挡住三三的话 黑旗这里爬一个 再爬确实有旗 因为白旗想要强杀黑旗 那就必须要先去破眼收根 这样的话呢 这个新位这个位置是空出来的 黑旗有这个扳的手段 等你连扳的时候 黑旗断打 再打吃 你要尝这里又通掉了 这边确实有旗 但是白旗如果担心这个的话 可以挡在外面 这样的话至少保证边控为主 脚上就算被黑旗套掉一点 也能接受 所以说这个旗应该往脚上去补 而不是应该像实战一样 往这个边上去补 这个旗太缓了 黑旗再冲一下 要做活 这个旗AI已经急了 觉得现在的局势 对于白旗来说不太稳了 所以说要尽可能的去强杀黑旗 不过要强杀的话 也是应该先把这个头扳住啊 这个这样走到这儿很厚的 黑旗拐出去 白旗可以挡住3-3 黑旗跳出的话 白旗就从二路漏进来 这样去破眼 这样呢白旗还有机会可以杀黑旗 实战白旗往底下去小尖啊 这个旗就走得太过于勉强了 黑旗往外面去尝一个 白旗再往路小尖 这个旗就越看白旗越薄 AI马上给出了这个一选啊 就是黑旗可以跳在这儿去突围 因为白旗已经不太好冲断了 你冲断的话 这样子硬把黑旗给捂进去的话 这个脚上黑旗还有反打之后 把白旗给断开 那你要是在边上这里补齐的话 黑旗脚上这一挤 白旗虎一个 黑旗扳一个先手 再压出来的话 这个白旗还是分不断啊 你扳 他就往底下挤 挤完之后断吃这颗子 左边要冲回去 白旗的一步 底下再一扳活掉 第二只眼一做出来两眼活起 所以说正杀白旗也太勉强了 实战的黑旗是点在这儿 换一个地方走 白旗左上扑先打一将 然后底下团住 黑旗往上面扳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旗冲的话 也是不太行的 因为黑旗右边这个段始终是先手啊 要把脚上给这个分段 白旗提掉补旗 这样已经是补得最为干净的这个招法 黑旗还可以拐头拐出来 你要是断打的话 黑旗还不一定要沾 直接从这个二路 先交换两下 把这个眼做出来之后啊 还可以再断上去 这样去 这个戏弄白旗 你提到他再长 但你底下爬回的时候 黑旗再沾 这个就不一样了 因为白旗底下的这个气啊 完全被黑旗紧住了 你要是这个时候再敢上去 这个飞一个 把黑旗给分段的话 那白旗要出问题了 出大问题 黑旗直接冲断 不管你是沾也好 还是这里顶住 补旗也好 黑旗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打持 底下再打滚包 再冲 白旗联络的话 黑旗直接从底下打持完之后沾 中间有一个这个断打 你虎一个 黑旗再往底下把两颗子搬死 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啊 确实也不算很难啊 这个反正只要能看出来这个 阿鲁托 白旗只要敢用墙的话 这个断之后的这个进程 基本上就属于必然了 所以说这个旗的话 基本上白旗已经杀不了了 实战白旗断在左边 那黑旗站上 白旗打持 黑旗夹一个回家 白旗再联络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黑旗就正常补一手 已经相当满意了 已经把白旗脚空掏掉了 那这个旗当然是可以接受的 实战这个旗 黑旗又 可以说不仅是把对手啊 也把自己逼到了这个绝境上面 黑旗还要去吃右边这一块啊 立下去 断打 然后再这个断吃 这个空都要瘫 AI这个时候连忙白手啊 说黑旗你就不要再折腾了 赶紧这个双一个补齐 这个右边被白旗吃 黑旗就认亏 这个也亏不了多少 赶紧再把大关子一收 那这个旗黑旗还不错 实战 黑旗硬要吃 然后被白旗这个脚上冲断啊 这个战斗又来了 黑旗还不能沾 战的话被先手断开 白旗底下随便补一手 黑旗尽死 所以说黑旗要顽强的去趁这个截 白旗提截 黑旗往路拖作业 白旗搬 黑旗再提 这个截被黑旗提掉的话 全部连通了 白旗右下要死 所以说白旗直接先沾上 还留了一个打结果 黑旗呢 往右下角长一个 坐眼啊 然后破白旗的眼 这个里面要形成对杀了 白旗往一路打 然后二路小间破眼 接下来 黑旗的这个景气的招法 也比较值得学习啊 就是这样去挤 挤掉之后再扑 扑完之后断打 反正就尽可能的把白旗的眼位啊 不断的缩小 然后搞出来一个截 白旗提掉 黑旗打吃 白旗粘 黑旗再把这个打结果 给他粘上 这样的话 白旗的气非常紧 只有直接紧黑旗的气 去打这个截了 黑旗打下来 白旗再打吃 黑旗提截 不过这个截的话是 两手截啊 这个黑旗 也想打赢也挺麻 挺麻烦的 接下来这个就要来到最终的生死 这个胜负处了 之后白旗先往上面沾啊 这个沾举步还是不活 这一枚劫财的意思就是 以后要冲到这个脚上去啊 让黑旗也不活 然后里面再形成对杀 那黑旗呢 也是下的比较细腻啊 左边这个二路夹先交换掉 白旗打吃 就是阻度黑旗再漏过去啊 右下这个截还没有 有个说法 这个左边又产生一个截 这个旗黑旗下的好 然后黑旗底下这个旗啊 这个旗找结财也是相当的巧妙 因为如果说白旗打吃的话呢 这个旗以后还要再紧气 就很麻烦 因为黑旗多了一口外气嘛 实战白旗是直接去打吃收气的 这样硬结的话 那就埋下来一个隐患啊 我们先看实战 黑旗左上角提结 白旗如果说沾的话 那黑旗就沾上 那白旗这个中间大龙 还不能被黑旗断开 还要再提 那右下角的这个截继续打 而且这个截如果说继续打下去的话 这个白旗要当心啊 就是你以后比如说随便走哪个地方 黑旗消结的话 就不是消在这个其他地方啊 就直接往底下一打吃 这个截就结束了 白旗要多死一块 这个就是刚才白旗选择打吃 紧气硬结的一个弊端 所以说这个旗白旗 再打这个截就很麻烦了 实战白旗就直接把它削掉啊 右下全部提光 然后黑旗就再提左边这个旗 那白旗还是不能被分断啊 而且这个旗被打吃了啊 所以说先提截 黑旗右上角打吃 这也是一枚结财 威胁右上死活 然后白旗也没有跟着硬啊 继续往左边提 白旗已经已经想孤注一掷了 就是想这个右上直接不要了 然后赶快把黑旗左上角这块旗卷进来对杀 这个旗的价值是要超过右上 白旗也是最后的这个拼搏了 那白旗提截 黑旗再往这个一路点 这个旗白旗就彻底死掉 因为上面黑旗只要一路提掉这颗子 马上就连毁 突然真的是沧海桑田啊 这个旗各种眼花缭乱的这个转换啊 这个各种屠龙 那接下来白旗没办法 这个上面只能爬一个 这个再让黑旗挡住里面形成一个直四 活旗那就没得下了 爬进去破眼对杀 黑旗左边在提截 长期啊 白旗扑一个再提 黑旗上面挡住本身结 白旗点杀 黑旗再提截 然后白旗先沾 反正这个沾上 黑旗里面也做不出来第二只眼 黑旗沾上 然后白旗先往这个里面扑啊 扑完之后再扑快速景气 然后往一路点 这个也是个收旗的好手 黑旗只有沾上 白旗搬住 然后上面这个地方 似乎黑旗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 这个旗其实并一个 就避免了这个里面打结的这个说法了 这个并一个 然后直接收气 我们来看看这个气到底够不够啊 直接收的话 白旗也收外旗 然后黑旗上面这个收外旗 白旗再收外旗 黑旗上面先走成一个钉色 白旗提 黑旗再点 左边打吃截不归 黑旗再收气 这个白旗再提 黑旗再收这个内气 白旗提 黑旗再点 然后白旗再提掉这一串 黑旗再送一个 这样最终是可以快一气 把白旗给吃掉了 像左边连续被白旗提掉这个尾巴 这个其实像实战一样也得死啊 这样下也得死 所以说就直接这样下最好 避免了这个截针 实战黑旗扑一个 然后再破眼啊 那就直接存在一个截了 白旗先沾收外旗 黑旗打吃 白旗再收气 黑旗再提截 然后就看这个截要决定胜负了 白旗右上角 坐眼啊 黑旗提掉 杀右上 白旗再提 黑旗中间这里点次啊 这个旗也是截财 白旗跟着硬 黑旗再提截 然后白旗往这个左下去点 要破眼啊 黑旗团住做活 白旗再提截 然后黑旗这个旗就算清楚了 因为现在这个截的话也不着急 白旗等一会儿往左边打吃啊 各种打 里面还是个缓期截 所以说缓期截的话 黑旗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把盘面上的一些截材全部消除掉 让白旗截材不够 实战 黑旗先往左下提掉 自补一手啊 这个地方就没有截材了 然后白旗左边打吃再紧气 黑旗再提截 白旗底下顶住 黑旗做活 白旗在上面提截 然后黑旗再补截材啊 再把上面这个铺的这个截材给补掉 再一站脚上也没有截材了 那现在白旗如果再紧气的话 黑旗提白旗是找不到截材的 黑旗通盘全部铁后 没有截材 现在的截材对于白旗来说只有收空 收关 所以说白旗就挑这个大关子去走 其实这个旗的话 黑旗也是可以跟着去抢空的 跟着抢空的话 再提截 白旗这个收空 黑旗再去消截也不迟 这个右边的这个小尖关子还是挺大的 这也是个逆收关子 实战的黑旗是先提截 当然问题也不大 就是稍微亏的 白旗小尖马上要唬回家 所以说黑旗挡住 上面在提截 然后黑旗中间开始收空 白旗联络 黑旗提截 白旗断吃底下这颗子 因为白旗找不到劫材了 确实没有劫材了 那就挑大关子这一段的话 马上这个里面中间扑进去 还有没劫材 所以说黑旗也就不收关了 直接把上面这个截消掉 那接下来就直升关子了 这盘旗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现在是黑旗又是了 黑旗底下的一路搬沾 先手关子先走掉 左边这个拐头走掉 白旗吼一个 黑旗打吃沾上 然后白旗去提左边这个戒不归的子 这个为什么要提呢 这个提主要就是 如果说你比如说走 走其他的关子 就是以后黑旗的这个旗 是可以粘在这个上面 粘在上面的话 这个脚上就不会存在任何的这个结阵了 所以说白旗先提 然后黑旗底下收关 白旗再走 接下来的话 这个黑旗反正先冲啊 连续冲自己都是先手关子 中间断打 跑 白旗再提 这样的话上面就有一个结 黑旗往中间拐打 然后提掉 白旗再提结 不过这个结也不影响胜负了 黑旗现在的优势足够引起 接下来黑旗还是继续跟白旗打 左下找结材再提 白旗中间打吃 黑旗当然直接沾了不行的 先挤一个好次序 挤完肉再沾联络 白旗提结 黑旗中间打吃 白旗沾 黑旗再提 白旗中间打 再提结 黑旗左下点刺 提结 然后白旗又没有什么结材了 那底下这个中间扑还是一个 但是肯定没有 这个也没什么用了 黑旗中间还有结材 实战白旗就把这个底下的这个关子给拟收掉 那黑旗粘结 之后就没有什么了 那这盘旗最终的结果是黑旗赢了五目半 这盘这个主要是一个大杀局啊 也算是一个大杀小输赢 那这盘旗真的是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从头杀到尾 这个胜率也是不断的在波动 那我们就讲一下最终的一个问题 最终的问题 一个是黑旗右下这里下的比较的猖狂啊 这个其实右下可以联络去直接收官了 但是黑旗非要去贪吃右边这几颗子 导致底下就卷入到一个结阵之中 不过后来这个黑旗也是因祸得福啊 这个地方本来打结的话 黑旗是比较吃力的 但是走着走着突然就发现这个白旗好像也出现问题了 首先这个黑旗利用左上这里的一个结针 然后让白旗不得不去提掉右下的这个结 然后在拼左边这个结的过程 黑旗又顺手把右上角的白旗给杀掉啊 这个收获是巨大的 然后最后产生一个这个上百目的这个生死结 在上面啊 但是黑旗也是比较幸运 全盘的这个结材肯定是要多于白旗的 最终黑旗也是非常冷静的把这个 左下和右上的这个结材自己把它给补掉啊 这样白旗找不到结材只能干着急 最终只能让黑旗把这个结一销 收官的话白旗肯定是不够了 好那天盘旗就给旗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